龙门古镇 位于杭州市新南处的龙门古镇 临近富春江南岸 古镇源起三国时期 至今仍有七千余人生活在此 而特殊的是 镇内约九成以上的居民都姓孙 因为孙权的后裔多定居此地 故在踏入古镇大门时 也可见到斗大的孙权故里四字 镇内维持着早期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沿着尔卵石叠气而成的步道前行 两旁房舍强高怨声 厅堂错落且狼门相通 在岁月的洗礼之下 村内尚存有四十间左右的孙氏厅堂 三座砖器牌楼 一座古寺与古塔 以及古镇中心的两座孙氏宗祠 于庆堂跟思源堂 思源堂乃孙权第二十八代孙志的宗祠 堂内墙上除挂有孙氏系源流图 与相关资料外 还特地将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标出 而于庆堂又称孙氏宗祠 是孙权第二十六代孙匡的分支宗祠 起见于宋朝 在后代子孙不断的泛修扩建下 现在已成为每年春秋两季 镇内庆典的重要场地之一 历经了战乱与岁月的洗礼 龙门古镇仍保有独特的民俗文化 让这有千年历史的城镇 成为后世人们重温早年古镇风情的绝佳去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